这场千人健走活动以大杯社区及土地公庙方圆几公里为健走路线 这条路线也是平时民众常常找起健身散步的地方 内心理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曾登玉表示 内心理生活环境优美 住有两位百岁人瑞 一个107岁 一个103岁 前不久才获县长李明珍前往探视 办理这项千人健走活动 目的是希望大家多健走走出健康活得快乐 一般说三个 两个人百岁人瑞身体也非常严重 这就是表示我们来这里是一个很棒的技术环境 县议员曾正言则期许内心理每年都能像以往一样办一场大型活动 凝聚春礼的向心理 这场活动讲品内容十分丰富 大家的踊跃参与 促使春礼更加建设与进步 来到地区我们来行李 赞理长 赞定住基盘的建筑 今天人也很多 有这么多青春的 众品也很多 希望以后我们赞理长也是变到这边的精神 每一年都办一个大型活动 今天众品也很多 有我们管长 国际民主代表都拿到很多众品 也很感谢 希望今天我们的活动可以带会成功 以后可以继续来办 让我们来到地区的招牌泡香料 今天办千人剑走 就是要让我们这些乡亲 大家多多来运动 来走出我们这个 走出来 走出健康 让我们玩得更快乐 千人剑走活动吸引许多人 西家带卷共同参与 搭配内心里社区歌唱班 迎南太鼓表演 土风舞表演及萨克斯风表演等等助性节目 进行大摸彩后 各个高高兴兴颁回大大小小奖品 满载而归 记者 王水仙 南投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